一部《爱的迫降》让玄斌和孙艺珍成功翻红 也让男二金正贤和女二徐志慧成功出圈 而近期关于两个人阴系生情的传闻甚嚣沉上 CP粉们更是热情高涨 遗憾的是 当事人金正贤很快就出面辟谣 并且终结了这一话题 但事情似乎并没有就此打住 随后又有媒体爆出金正贤的上一段恋情 直指他曾因为恋爱而影响了工作 而这次事件的女主人公正是金秀贤 在虽然是神经病但没关系中的新搭档徐瑞芝 《爱的迫降》男二旧情被曝光 前女友是金秀贤新搭档 因为《爱的迫降》实在太火 而金正贤和徐志慧饰演的角色 在剧中却没能修成正苦 所以很多剧迷都将对角色的恋爱之情 转移到了演员的身上 金正贤和徐志慧因此收获了不少的关注 金正贤更是在《爱的迫降》播出之后 获得了更好的资源 她一跃从热播剧的配角升级成为了男主角 金正贤与申惠善主演的翻拍剧《哲人王后》 在播出之后火速出圈 无论是话题讨论度还是收视率都取得了不俗的场景 金正贤借此机会再度提升了自己的资源和地位 她也有了更多的支持者 就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曾曝光玄冰和孙玉珍恋情的韩国知名媒体《地社》 再次曝出金正贤疑似于徐志慧恋爱的消息 这也让金正贤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不过金正贤很快就出面否认了恋情传闻 并表示她和徐志慧只不过是关系比较好的前后背关系 这也是导致很多CP粉们心碎 就在粉丝们因为金正贤否认恋情而感到遗憾的时候 《地社》又爆出了疑似金正贤与前女友的聊天记录 该媒体干脆直接指出金正贤的前女友 就是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女主徐瑞芝 两个人于三年前陷入热恋 不过如今已经分手 徐瑞芝已对金正贤进行破 徐瑞芝被连累 徐瑞芝虽然并不算高人气演员 但她的合作对象都是 金秀贤和全志龙这样的顶级男神 所以当网友们听到徐瑞芝这个名字之后 便展开了更多的思考 但还没有等到网友们消化完这一消息 媒体就继续放出了猛料 媒体曝光了疑似金正贤和徐瑞芝 在恋爱期间的私密短信聊天记录 从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 当时还在与徐贤拍摄时间的金正贤 收到了来自徐瑞芝的指示 要求她避免一切与女主角的肢体接触 而金正贤不仅没有拒绝徐瑞芝的要求 甚至还主动修改了亲热戏份的剧本 这也让剧迷们感到很迷惑 回顾时间播出时的新闻 不少媒体都因为男女主角 几乎没有互动而借题发挥 彼时还兼顾少女时代组合活动的徐贤 明显拥有更高的人气 有网友因此猜测 徐贤是觉得金正贤的咖位不够 所以对他刻意梳理 但是如今看来 这一切似乎都是金正贤 应徐瑞芝的要求而为之 而徐贤本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非说有关系 那么徐贤才是受到连累的那个受害者 如果这一聊天记录的内容属实 那么金正贤和徐瑞芝似乎还欠徐贤一句道歉 还有人认为徐瑞芝就是在对金正贤进行情感破 而金正贤似乎乐在其中 这也让两人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 演员恋爱无可厚非 但是影响工作必难服众 虽然金正贤和徐瑞芝目前都还没有就此事进行回应 但却有粉丝爆料称 这次聊天记录被曝光 其实是因为金正贤与前公司闹矛盾 公司恼羞长怒才出面进行爆料的 如果真的是公司的手笔 那么事情的可信度就要大大提升 而一旦短信的内容得到证实 恐怕金正贤和徐瑞芝的口碑资源都会降级 姑且不说两位正处于上升期的演员 是否应该谈恋爱 徐瑞芝要求金正贤与搭档保持距离 甚至还为了减少身体接触而改动剧本的做法 就是严重违反了演员的职业道德 原本金正贤和徐瑞芝在出演了热播作品之后 都积攒了不少人气 资源也得到了飞升 但他们曾经所做的事情被扒出来之后 他们所营造出的正面形象也在顷刻间就崩塌了 此前徐瑞芝已经接到了韩剧Illand剧组的邀约确认 以女主角的身份参与制作 而这次短信事件爆出之后 徐瑞芝是否会从该剧下车还是未知数 而金正贤又是否会因为上一段恋情 而影响到自己后续的发展 更是很难说 我们可以持续关注 你相信金正贤曾与徐瑞芝在一起 还为爱减少与搭档的肢体接触吗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没开始就结束的恋情 年夏难金正贤跑了 徐志慧的爱情何时起飞 韩国明星金轩虎和前女友的故事正在连载中 更有人翻出金轩虎参演的《加油吧!危机机》说 几位男主演员轮流翻了车 说到翻车 哲人王后的金正贤可谓是今年韩圈之翘楚 其故事走向之迷离 连累得著名女星之多 让诸家粉丝皆尴尬之力度 使得这出戏很有影响力 金正贤事件发生之初 是以绯闻事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31岁的金正贤和37岁的徐志慧 出现在了女方家的停车场 Dispat透露 徐志慧和金正贤的爱情 在电视剧《爱的破降》结束后 持续了一年 Dispat多次目睹两人的约会地点 一前一后 默契 爱 莫非又降临了 在此之前 《爱的破降》已经有了一对 阴系结缘的家偶 玄斌和孙玉珍姐姐 论年纪 徐志慧也可算得上是 演艺圈里的姐姐了 不过 也许是因为身材高挑 所以似乎在她的身上 时髦的感觉更多一些 看看社交媒体上的日常照片 徐志慧展现出 与20岁相媲美的美貌 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不变的美貌 这样一来 金正贤和徐志慧的搭配倒是不突兀 人们纷纷送上鲜花和祝福 但到底是怎样的魅力让金正贤爱上了她 一个37岁的小姐姐 接下来会有他们的爱情故事可以听吗 然而 我们只猜到了开头 没有猜到后面 吃瓜群众还没有来得及擦嘴 又爆出了徐志慧方面 就自己与金正贤的约会传闻 发表了官方声明 彼此又否认了恋情 不得不说 明星恋情看起来真是扑朔迷离 再后来 金正贤就成了徐瑞芝的金硬影 再有无人在谈及他与姐姐徐志慧的恋情 因为出演爱得迫降 很好提升了自己咖位的徐志慧 他会眷恋那个在舆论的泥潭里 打滚了半年的小弟弟吗 37岁才等到人气直升 随之而来的是爱情 绯闻 难堪 此中滋味 徐姐姐只能自己去感悟了 如今这位高调姐正在和尹启相合作 第六感之吻 一部吻戏满满的电视剧 吻了就能看到未来的爱人 多么粉红的设定 生活几多不如意 片长补偿个够 37岁继续拼搏事业是个好主意 徐志慧生于1984年 出生在韩国首尔东大门区 外形好看 身高170 身材高挑 丰满 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 从名牌大学成军馆毕业 学历上的表现也很是不错 高中二年级就表现出演艺天赋 开始做街头演员 逐渐进入演艺圈 2002年正在上高中三年级的徐志慧 出演音乐录影带《在下雪》 由此拉开演艺事业 在2003年大红大紫的综艺节目 星期六的自由宣言 山间小屋会议 请到美貌与智慧于一体的徐志慧 果不其然 清纯漂亮的外表和出众的身材 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尽管中途被淘汰 但是那充满魅力的美人披子 至今还深刻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但徐志慧的女主录并不顺利 费力不讨好的独幕剧中 也经常出现徐志慧的身影 没人赏识才是女演员在演艺圈里的常态呢 2010年 徐志慧得到了一个机会 在历史剧《金熟路》中饰演王后许黄玉 许黄玉在历史记载中 是印度阿瑜陀的公厨 让一个韩国人饰演印度人 相当的有难度 不过可惜的是 这部围绕着小生驰胜打造的剧 并没有能大红 一如驰胜大哥所说 历史剧不是他的好运气所在 2012年徐志慧在KBS日日剧 《星星月亮都摘给你》中 饰演女主角韩采源 这部电视剧收视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 徐志慧因而获得了 2012年KBS演技大赏最佳女主角奖 在荧幕上始终是女一差一口气 稳坐女二的徐志慧 在演艺圈里也逐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金正贤并不是姐姐的第一个绯闻对象 2017年三星熊师队的棒球运动员 尹成焕和徐志慧传出约会 然而徐志慧方面和尹成焕 双方都很快否认了 说两个人并没有谈恋爱 徐志慧的名字在当时的名人X档案中 被列入第二名 但是被约会传闻和结婚传闻所吞没 有人说看见徐志慧和理性男子 在江南的一家咖啡馆一起吃饭 还交换了可爱的眼神 之后两人关系很认真 认真到要结婚了 所以在名人X档案之后 徐志慧的婚姻仍然是一个高搜索词 至今还在被搜索 但当时据说徐志慧正在和某人约会 因为这个传闻 她和男朋友大吵了一架 随后徐志慧表示 从未见过李某 明星X档案的内容纯属无稽之谈 做一个非顶级著名的女星 也总有闹不清的流言蜚语 各种滋味 怎么体会 只有当事人知道吧 好